接到哈哈的邀请 当时我想说 为什么要来找我开直播的课程 那就当然现在就要马上直录一下 因为我们的这个企划的人员 其实是长期会去收听我的Podcast 也是我们的公民行动 一纪录资料库制作的餐单时光会客 是这个节目 那在这个节目当中 可能对我们做的一些主题 是有一些兴趣 那也觉得这样的一个议题 这样一个主题是很合适 在哈哈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 来跟大家分享 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 所以我们大概就开始了 有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要来开始 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线上读书会 管中详社会议题系列读书会 探索世界的真相与谎言 在这一次的系列读书会当中 我们其实会邀请到四位讲者 也会来读四本书 那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的这个直播 我们跟大家谈到的是精神疾病制造商的这一本书 待会这个黄寒宇老师会来跟我们做分享 那在7月29号我们会有第二场的直播 我们读的书是这个为工作而活 那会由这个中山大学的宋思祥老师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8月12号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第三场的这个线上直播读书会 读的书叫做数据的假象 会由资深的媒体工作者黄泽斌 泽斌来一起跟我们来讨论这一本书 那到了8月26号会有第四场很有趣的一本书 就是当女孩成为货币 会邀请到 一样是中山大学的陈美华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一本书 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开始了这个第一场的这一本书 叫做精神疾病制造商 这本社会如何剥夺你的快乐 这一本书的作者是伊恩佛格森 那这一本书是由宋志德来翻译 在时报出版社在2019年的时候出版的这一本书 那今天在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师大一语系的黄涵瑜黄老师 黄老师你好 中山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非常谢谢黄老师来这里跟我们一起讨论 黄老师其实在他的自我介绍里面 我觉得有点跟我一样 就是我也是写不务正业 但是呢 我是写不务正业的大学教授 然后黄老师写不务正业的斜杠学者 差不多了 因为我们自己也都在另外一个组织一起共识 就是高等教育产业工会 就是为大学老师或是大学师生 职员的这些劳动权益在努力 不过我看到黄老师的这个他的一些介绍 我觉得哇实在是太精彩太厉害 例如说他自律跨越于学术的繁离 从电脑判课小说恐怖文学精神分析 生病症之后人类到附魔与黑金属都是黄老师的研究领域 他也特别强调对于暗黑的事物与经验特别感兴趣 在我们正式来谈这本书之前 我其实想要了解一下 黄老师为什么你的兴趣这么广泛 然后你也对什么暗黑的这个事物跟经验 是特别的感兴趣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很多都是蛮偶然的 基本上我做学术研究或者学术工作 不是很喜欢去想象一个 好像有个目的论 或是说每个学者都 仅限在他所宣称的那个学术专长 这个学术体制大概都是这样要求我们 可是我就觉得蛮反感的 我对于某些事物的一些兴趣 常常会是某些突发的状况 灵感启动或者某些比较浪漫天真的 这种想法就引领着 从某个学科领域到 另外一个学科领域 当然这些学科领域研究议题 中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某一种 我自己不知道的什么样的一种缘由 使得我从某个走到另外一个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也不太想去知道 我觉得比较想率性而为去做学术 这样子比较有趣一点 OK 我觉得是 就是你这样讲 我其实还蛮有一些共鸣 就是特别是我们学校 我们从好就帮我们分组 什么自然组社会组 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没有那么多 这个不同的类组 然后就开始 至少我们在成长年代是这个样子 然后好像阅读之后 越专精所谓的博士 其实一点都不太薄 他可能是往某个专业去发展 但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这个专业之间 他绝对是一种跨领域的 不管是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 即使在这个所谓社会科学里面 他都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跨的 跨领域这个部分 然后他当然有些共同的源头 或者是有一些差异的部分 那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这样的一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看到你写推荐序 我就想说 哇 怎么会这样的一个 失大英语系的教授 怎么会为这一本 有关于精神障碍制造商 特别是他背后在谈的是一个 我觉得这本书还蛮厉害 不同的这个年代 不同的学术的背景 他们对精神障碍 精神疾病这件事情的解释 那后面又谈到整个 就是谈马克思 谈资本主义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先讲一下 为什么你会跨领域 跨到这个部分来写 这个精神疾病制造商的 这本书的推荐须啊 我刚刚讲的说 从不同的领域之间这样跨越 其实有某些从一而终的 一直存在的一些兴趣 只是说我们没有特定去写 类似相关的一些文章 这样讲的话 其实我是说我对于 跟精神 特别是精神分析有关的 这个学科领域 其实那个兴趣一直都在 一直都在我心里面的某一个位置 那再加上说我过去有一段时间 也写了一本书 那个是2017年写的那本书 在写那个书的就是 《护魔疾病不是生命》的 那个过程当中 我事实上是有摄入到 一些精神医学的 特别是医学史的这一块 所以当时时报找我 写这一篇道读 或者是推荐一序 也许也是因为看到我过去的 某些零零碎碎的一些发表 我觉得这个领域基本上 我会觉得人为学科人来做的 关怀他能够看到的视野 应该会是跟单纯 从医学院里面看到 会很不一样 这个应该是今天的讨论 这的确是我 我其实也写过两本的 精神障碍精神疾病相关书籍的 推荐 或者是在类似写这种所谓的 导读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其实大概从2006年 因为我当时在媒体 外交易基金会担任董事长 在这边服务 然后当时媒体刚刚 应该讲说台湾的媒体的 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所以对于有很多的这种 所谓的相对之下 弱势族群 经常会出现这种 比较污名化的报道 那所以包括当时对于同志 对于原住民族 对于新移民 对于精神障碍者 他都会把它描述的 不是觉得很可怜的 要不然就是很可恶 要不然就很可怕 那非常非常的刻板化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做 因为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机缘底下 我就采与了一些 有关精神疾病的 这种污名化的 这个所谓的抗疫的行动 那也因此不但认识了一些 精神障碍的机构 或精神疾病的机构 或团体 他可能是一个照顾性的团体 或者是一个倡议性的团体之外 其实也开启了 我大概有十多年 都在做媒体跟精神障碍的 一个研究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就是我为什么选这本书 其实上也跟我自己的生命经验 跟我自己的学术经验 跟我的实践经验 事实上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所以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再配合到我自己的一些社会参与 我其实是蛮有构名的 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不是那个医学 专门的专业的 我也不是这种生物科学专业的 这样一个领域 可是从人文科学 从社会科学来看这本书 它的确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视野跟看法 好 那我们就回来谈这样的一本书 就是我想先请黄老师来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 以及这个作者当时 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是的 作者伊恩佛格森大概是1980年代后期 他本身就是以社工的这个身份 有进入到实地进入到一个精神病院里面去那边工作 跟他工作大概就是所谓的思觉失调症患者 以及说一些家属 一些互助团体以及工作 这个经历对他将来所实际参与的社会的政治 还有说学术住期关系非常重要 因为他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能够确身感受到说 一些家属 他们要照顾罹患精神疾病的一些子女 或者家人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艰辛 有牵涉到是一个很重大的 这种情感的这种负担的这样一个过程 说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 他在那段工作时间当中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再加上他自己30岁左右 自己也得了蛮严重的忧郁症跟焦虑症 然后所以这些经验都使得说 他投入到政治运动的时候 他自己后来提到 他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个成员 然后他也参与了一个叫做 社会工作行动网络这一个组织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很多年参与了很多不同的心理健康议题的相关的运动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对于谁的精神医学医疗社会的理解 应该是当然病院都还是很重要 临床的这种诊疗都还是很重要 但是实际上他所牵涉到的还是更广的这种 跟社会运动跟政策有关的一些东西 这个也是我跟忠祥 我们即便不是生物科学医学出身的人 我们对于这本书所处理的一些议题 还是非常有很多的感受 所以他这本书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大概就是说不只是要帮助我们去理解精神疾病的各种的因素 他有一些很务实的比较社会主义的这种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去解决到底哪些因素造成了精神的痛苦 到底是哪些社会或者物质的条件 当然他特别强调就是劳动状况跟整个精神医学体制 大概是这样子 OK 这的确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切面切点 因为其实在精神医学上面 或者是在有关于精神疾病的认定上面 你所认定的因素不同或是这样的成因不同 它会涉及到你后来所发展出来的所谓的治疗 或者所谓的照顾的方法上面也会不同 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 它不只是那个所谓的治疗或是医疗照顾方法的不同 它也会对所谓的政策上面 怎么去制定 怎么样去提拨预算 怎么去做资源的分配 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其实在这一阵子 事实上台湾的精神卫生法也在修法 在这个立法院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相关的这个讨论 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去关注这个精神障碍者修法 那特别是在台湾很多时候 只要一旦发生这种比较大一点的这种 所谓的随机攻击人 随机杀人 或者是他这件事情 可能跟所谓的精神疾病是有关的时候 这个社会就会看说 我们是要把这些人关起来 或者是要赶快把它隔离起来 但是说实在的隔离可能是一种方法 但是隔离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也许待会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谈到整个精神疾病的 刚刚谈到对于这个疾病的成因发生的因素 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就是在过去会有一些人认为 这个精神疾病或是精神障碍的原因是来自于宗教因素 或者在华人社会里面会谈到说 一定是你当世人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你当世人才有变成这样 这是一种所谓的报应 一种因果循环 一种远回的这种看法 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宗教领域的这种解释 当然从现在的角度来讲 比较会对这种说法相对之下 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的觉得是可惜 可能就是说相对之下比较不以为难 不过想要回到那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什么样的时代环境 会让人家误以为或是让人家以为 这个所谓的精神疾病是跟宗教会有关的呢 在过去的宗教里面又怎么样去论述看待精神疾病呢 其实如果整个来讲的话 应该是说跟病疾病 基本上就很容易引发人的一些 往宗教或者是超自然的那个城市去想象 那众多疾病当中 可能精神疾病又更容易纠结了 基本上他在蛮长一段时间 事实上都一直被认为说是跟超自然神秘的力量有关 那这种很容易纠结人的很多的一些 很奇特的一些想象 所以人其实在满长一段时间 基本上都是透过神话宗教传说来理解病 特别是精神疾病 精神障碍疯狂之类这些 那我们这边其实应该 因为这本书是英国的作者 所以他基本所处理的比较是 所谓的西方基督教的这个系统 那我这边要特别提到 就是说在西方基督教的 特别是圣经的传统更为明显 就是说更容易看到说 他们在对于一些精神疾病的某些 一些想象 比如说在旧约里面 冒犯上帝的国王 他的下场基本上就是疯狂 所以这时候疯狂等于是这些国王们 他们忤逆上帝的一些惩罚 那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话 其实特别是使徒行传里面 那里面记录了很多基督 行走在荒野之中 然后行神迹去治疗 那些各种的这种疯癫者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 基督教的传统里面 其实疯癫 这是精神疾病 蛮长的一段历史当中 是代表着一种罪恶跟惩罚 那这个时候治疗 就变成是在彰显神恩 特别是说基督教 他是一个非常强调 要去辨识灵魂 真理的这样一个宗教 所以在这样一个宗教的传统当中 他介入疯狂的力量 显然会比非基督教 或者是东方 其他的这种宗教文化传统 要来得更为强烈一点 那特别是说 即便到了现代精神医学 走向比较实证 比较生物取向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事实上都还是保留了 相当大的某些 超自然的一些因素 跟教会的体制 还是有某些很微妙的 一些连续的一些关系 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基督教 最终的一个目的 第一个意义就是所谓的旧属 那这个旧属在整个基督教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他从想象来生另外一个世界 慢慢进入到入世 所以在这样一个传统当中 所谓的就发展出一些 卫生健康的概念 事实上都是源自于基督教的那些 所谓的旧属的概念 只是说旧属从来生 来到此时此刻的入世的这样一个世界 所以即便是进入到一个 比较实证科学的 为主的这样一个现代医学 事实上从一些比较细微的角度来看的话 宗教神秘超自然的因素 比如说医生这样一个职业 基本上相当大的程度 是被认为是具有某种的 charisma 某种的这种很神秘的那种领袖 这种群威的这种特别 解决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是呀是呀没有错 那这个问题其实要谈起来蛮大的了 会涉及到就是说 即便是到了现代医学这个阶段 它到底跟那一些比较 我们认为比较古老的超自然的 神秘的那个领域 到底是维持一种什么样的一个 暧昧的连续的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问题真的是蛮大的 如果等一下有神 也许可以再回来谈这个问题 OK 不过有些这种所谓的宗教 或神秘经验其实蛮可爱的 就是把这些所谓的精神疾病者 当作是异次元 或是另外一个 可能跟现在当下的那个状况不太一样 例如说 我记得这个林森翔 他唱的一首歌是这种风险 叫仙人油装 就是他讲到他们的村子里面 常常会有一些可能 所谓的精神障碍者吧 或所谓精神疾病的这种状况 他其实就是和平相处啊 就是这个时候他可能跑到另外世界 另外一个次元里面 可是平常也会跟大家在一起玩啊 一起喝酒一起帮忙啊 那这个就会变成是一种看待 这种所谓的神秘经验好了 看某种神秘状态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啊 那当然慢慢的这种所谓的医学开始出现之后 对于精神疾病的这种所谓的认定 或者说法事实上会比较偏向于 所谓的某种的这种生理因素啊 那他可能是来自于这个身体 或者大脑的某些部分出了一些状况啊 当然现在还是有非常多这样的一种认为 他的确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告诉我们 他是跟这个所谓生理的状况是有关的 可是如果只有从这个角度来去看 这所谓的精神疾病的话 他会有什么样的局限性 而这样的一种角度去看问题 他所发展出来的这种所谓的医疗 或者所谓照顾的方式 又会有什么样的限制呢 这个大概 我其实可以再稍微回到上面那一题 稍微讲一下 只讲一点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用现代医学的方式去处理疾病 特别是精神疾病 这个事实上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 或者说各种的文化宗教传统当中 事实上只是其中的一种 当然它越来越主导 越来越重要 那回到中小的这个 从生理因素来看精神疾病这个题目来讲 这个其实上也是蛮近代的一件事情 差不多到90世纪 现代神经那一颗兴起之后 精神疾病就更被当成 就是一种以生理因素为主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跟大脑的病变有关 当然我们回过头去看是说 精神医学它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其实也有各种不同的疗法 包括说催眠或者是说更近代一点的话 糖化整疗法等等之类的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 另类的这种治疗方式 其实都没有真的撼动 生物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精神医学 所以就是说它已经已然变成是一种 介入人的精神世界的一种霸权 这个霸权基本上会随着精神医学 跟制药工业的这种河流 共谋的这种关系 这个霸权的势力就变得更强大了一点 那我们知道说医疗方式除了一些脑部 显影的一些技术之外 最重要还是靠精神药物 那那些药物基本上 都是在一些药厂的实验室里面 非常有限的条件里面被大量制造出来的 这个我想大家也都知道说 背后事实上是有清楚到非常丰厚的 这种商业利益的这种问题 那这些药物的效力到底够或不够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种副作用 这些其实都是很值得关注的这种问题 那简单讲就是说 当我们如果把精神疾病把它简化成为说 就是只有生理的因素的话 就更容易走向药物的这种控制 那这个最大的影响 就是说你就会忽略掉其他各种的这些疗法 也不太会去关注对于精神疾病的那些 各种不同的诠释感受文化差异性等等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会因为过度强调生理的因素 使得我们去忽略掉那些各种不同的生命相 这个会不会是在这本书里面提到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观念 叫做精神医学制药工业复合体 就是它背后可能不只是一个观点的不同 它是可能背后的这种所谓的产业形态 或者是制药的这种形态 也都会随之而不断的蓬勃的发展 没有错 这个都还会牵涉到说所谓的上市的 然后普遍使用的这个学名药的这种 背后的那种推动的政府 就各种的这种考量 其实是说在第一线用到的那些药 不一定真的是能够针对到个别的这种 身心的这种状况 因为它就是说上市 大家都在用 SOP开出来的 那你如果要比较能够照顾到 个人的特殊性的那些药 也许就不见得是保险健保 这个其实谈起来的话会非常复杂的一些 整个政治经济 然后社会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的各方面的这些问题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就脑海里面就浮现 吴宗宪他事实上在这个 综艺大乐门这个节目里面 曾经讲到过说 忧郁正是因为不知足 那这当然引起了很多的不同的意见 或甚至很多的反弹 不过我觉得这个反弹的 我想说不同意见之一 就是来自于Sandy 吴山儒 吴山儒事实上在那一次的录影里面 后来看一些报道 他就提到说 我不认为忧郁正是因为不知足 是他们一定有很多受伤的地方 那你应该要去找到他们最值得喜欢 最值得欣赏的地方 爱自己很重要 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看到的是 另外一种社会当中 对于所谓的忧郁症也好 或是其他的精神疾病也好的一些观点跟看法 那这里有提到这些 有些基本的概念例如说 不知足或是很受伤 那这个知足也好 或是所谓受伤也好 它有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不知足 或是来自于自己的抗压性低 但是也有可能是来自于社会 造成你的不知足 或是社会让你产生的某种受伤的这种情况 可是最后提出的解决方法是 爱自己跟肯定自己 这种方式就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或者说除了这种方式 当然某种的自我肯认 自我的认同是很重要的 可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 或者是其他的去面对这些问题的方式呢 我想肯认是必要的 只是说肯认自己的哪一个部分 那这个回到一开始 中相讲到这个吴宗献这个事情 我觉得在一个社会里面 常常都是那些掌控权力 我也不要讲说既得利益者 或者是说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家里一个人 他会或者自认为自己是成功典范的这些人 这些人比较会去责怪别人不知足 这个我想大概就是说 所谓的不管在台湾或者说在美国 所谓的有一个字叫做 meritocracy或者是meritor 我往往进那个字要怎么练 所谓的优点主义 所谓的优点主义只是说 把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这种地位 把他好像膨胀成为 说完完全全是因为我个人的努力 而来的 他等于就是说把 整个social support 哪些社会的网络 支撑他去功成名就的那些东西 全部都拿掉 所以像吴宗献这个个案 我觉得就是很显然 就是一个优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态在作祟 这些人他才会去责怪别人不知足 会责怪他们说 是你自己造成自己的精神疾病 你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那这个我想这种心态最主要的问题 是说刚刚讲的是把自己的成就简化成为自己的能力跟努力 而且也把精神的状况 精神的问题简化成为只是一个个人 那这我想我们应该都可以接受说一个人精神会出问题 有很大的一部分 其实是因为个人承受过多来自于他以外的社会的这种压力 或者是压迫 这些压力压迫 他也许刚开始是外来的 后来他就慢慢内化 可能跟自我的感受形象 或者是欲望 或者说他怎么样去回应这个社会的这些期待压力 是有关的 那当然我觉得一个比较细的一个问题是说 那目前的这个社会的压迫压力 是用什么方式在运作 或是所谓的权力 这个也许带出来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权力运作模式的这一种转变 当然在当前这个时代 还是有那种赤裸裸的所谓的减法的那种压迫的这种权力 可是会不会权力这个时候基本上也已经转起了 不单单只是赤裸裸的压迫 他可能是一种鼓励 鼓励大家要做自己 像吴三倍的那句话 要爱自己 肯定自己 这种肯定自己会不会也成为是另外的一种压力命令 Don't worry be happy 要快乐 快乐是不是也会变成是一种 好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种普遍的生活价值 这个简单讲可以用Nike的那一个标语来讲 Just do it 这种不单纯是一个负面 应该是说一个正面的一种鼓励 反而鼓励太多了 肯认太多了 会变成是一种压力 这个爱自己肯定自己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是问题而不是解答 它有可能会翻转成为是一种压力 然后让自己又 我只是没有办法爱自己 我只是没有办法肯定自己 这个会有点类似像说我们对于忧郁症患者 你老是跟他强调说 你要爱自己肯定你自己 然后所谓的正向思考 要他想开一点 所有的病就会就会好了 这个事实上他还是不快乐 他反而有可能挫折感会更大 当然这些快乐不快乐 知足不知足 他不会是一个纯粹的个人的问题 但是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些社会的因素 把它离清楚 他就会很容易成为自己个人 能不能够去解决的问题 那也很容易造成所谓的个人责备论 那这如果变成个个人责备论的话 那个其实问题就会更严重 我自己在一些精神机构里面 其实我们常常会说 因为我会带他们做一些真人图书馆 然后让他们可以去讲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就会看到有一些人 特别是我觉得比例蛮高的 就是说那为什么会有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上面的状况 他可能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的经验 这小时候经验是 我觉得最常听到的是 在学校的功课不好 然后在家里面常常会跟其他的家庭的成员做比较 所以他其实一直很想努力 但是他努力的状况底下 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一种所谓的 这种限制或者是 这也许并不是他自己专长的领域跟目标 所以那个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可是他如果这个时候说你要知足 那你要说知足 那我就好接受我自己是最后一名 这也不是不好 只是说这个社会可能也没有办法接受 你是一个最后一名的这种状 你有说这个时候知足 我最后一名就好了 你反而会得到某种社会另外一种的压力 好 那这本书其实蛮有趣的 他其实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叫做 心智的政治 就是作者他为什么要叫我们从所谓心智的政治 这件事情来认识精神疾病 这似乎也是他在整个爬书跟浏览 这个精神疾病的一些相关的理论观点 社会观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的面向 心智的政治到底在指的是什么 是 这个有个题外话 是说 当时跟出版社那边有做了一点点的这一种讨论 那他们最后把它 我觉得这个蛮容易引起 读者的注意力 他把它翻成精神疾病制 照上资本社会如何波动 那实际上他的英文的原文 就是刚刚钟祥讲的这一个 精致的政治 Politics of the mind 那我们当然就是说来这样破题 那为什么会取名叫做Politics of mind 这个我想必须先讲说 他在作者在第一章的那个地方 大概就已经说明了他自己的 所谓的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立场 然后他有一些所谓的历史唯物论辩证的 这种立场来看待精神的问题 简单讲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方法论之下 他会去特别注意 精神疾病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脉络里面 被建构出来的 跟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的状况有关 而不是单纯是生物医学导向 药物控制的这种精神医学 所以这个书的说明 The politics of the mind 心智的政治 其实就能够让我们了解他作者 他大致上这本书要处理的一些重要的一些 其实简单讲就是说 他特别强调 所谓的精神痛苦 精神疾病的政治性 那精神疾病的政治性的理解 可以能够有助于读者 去了解到整个精神医学发展的过程 现况去进行某些批判 去批判精神医学所带来的这种压迫 那当然可以更进一步的去讲说 他其实要探讨的是当前资本主义 或者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社会 跟精神疾病之间的这种关联 简单讲这大概就是超时工作 劳力剥削 导致精神疾病的这个问题 那也也许还牵着到阶级差异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等之类 这些大概都是说 他说明为什么会叫做心智的政治 那他不是光只有批判 他还有提出某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愿景 还是希望说 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权力的运作 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劳动状况当中 能够减低精神损害的这种成果 他相信是可能 这不过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谈 那不过因为相对于刚刚谈到的 不管是宗教或者是生理 或者是个人的因素 事实上这本书的作者 其实更强调这个精神疾病制造的社会因素 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社会的结构 社会的不平等的问题 那同时也推荐大家一本书 因为这本书里面也引用了一本 也引用了好几次这个社会不平等这一本书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把社会不平等这本书拿出来看 我觉得那本书也很好看 然后非常的浅显易懂 那所以他会认为说 他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这个社会因素 可是如果这个社会因素也好 或所谓资本主义的社会所造成的结果也好 可是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大部分人是没有这方面的精神疾病的问题呢 那只有一部分的人 他有所谓的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 那如果是所谓的社会因素的话 那为什么吃药啊 手术啊 或是心理资商 他仍然可以去解决一部分这样的问题 是 其实我有几次去身心科精神诊所的经验 那我从我个人经验来讲 我觉得我所看到的去就诊的人远比我想象的更多 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说 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到底是有去看病还是没有看病 或者是真的没病 或者是说会不会他们其实有一些潜在的一些发病的一些因素 然后基于很多的个人家庭啊 或者等等的是不是爱面子等等这种问题 使得说我们 对好像说 大部分的人是所谓的精神上面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有没有病 然后有没有去看病 占到大概 其实上整体来讲的话 其实那个人口数事实上都是在增加当中 当然在怎么增加 也许相对的 我们刻板的印象会认为说还是在社会上的这种少数的 所以这些问题事实上 牵涉到说一个人家庭环境成长历程 还有他的知识能力 他的病体意识 他的人格特质 这会造就出他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到底有生病没有生病 怎么样去面对压力 这种方式的技能等等都有关 那其实这个问题也牵涉到所谓的 有病没病的定义跟区分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这个事实上当然最直接是来自于临床医学上的这种定义 不过只是说那个东西大概也是这本书要批判的 那个DSM的那个问题 对 那个定义基本上它也是会随着不同的知识的条件 不同的时空背景 社会的状况会改变 举个例子来讲 我书里面不太记得他到底是不是有没有提到 应该是有 就是说现在小孩子习惯性的闹脾气这个状态已经被列入所谓的早发性的精神疾病 那大家更熟悉的手机成瘾已经是被正式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的这种类型 简单讲就是说这个临床上的定义的精神疾病的范围事实上是持续在扩大 那这个人口应该也是在持续的扩大当中 这个当然不会是一个好现象 因为作者在书里面他其实也批判过是说 从一个比较哲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当我们去指认谁是精神病患的时候 事实上常常会凸显出来 这是我们对于常态的过度的强调跟过度的这种重视 甚至重视到激进一种疯狂的这种状态 也就是说不断扩大不正常异常的那个范围 事实上是表示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正常的危机 它很脆弱 所以说不断的急着要去解释谁 或者去执认谁不正常 所以这个话这个如果想踏开来的话 可能就是到普科的那个疯癫室 要探讨的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他整部疯癫室基本上就是谈论说 人们特别是西方世界 为什么会对于所谓的正常这件事情如此的在意 到一种疯狂的这种程度 对 但是我必须说明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边批判精神医学体制 不是说在鼓励大家不要看医生 我想吃药了手术了资伤之类的 他还是有他的效用跟目的 但是我想也不应该被视为以所当然 我想也许局部有用 但是不应该只是让人吃药了 资伤恢复正常 所谓的恢复正常是不是表示说又再去适应那个压迫他的这个体制 这个我想都是必须要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些问题 当然作者更关心的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当中 他试图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包括说 这个东西等一下也许还会再谈 这边其实这种所谓的压迫体制 他当然直接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就是日本主义社会里面 谈到的这种在资本家利润极大化 或是过度竞争的状况底下 产生了一种现象就是这里面一直在最后两章里面提到 所谓的异化这件事情 那他里面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所谓异化这件事情 导致了人们上司的主共权 就是所谓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掌握自己 没有办法自掌握他的所得 没有办法掌握他跟人之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掌握他自己跟他老板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其实就会出现的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这种竞争的压力之外 还造成了一种所谓的我没有办法自我掌握 所以他其实也不断的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之外 那一种所谓的掌控权 自己的掌控权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吗 对 没错 我想他很直接的点出 当代新自由主义的问题 就是说一切都以弹性为名 但实际上那种压迫 并不竟然比先前的那种生产模式要来得轻 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可以跟各位朋友一起分享 大概是他讲到说 在资本主义之下 我们上司掌控的 事实上是从职场开始 职场它形塑了我们生活的各个面向 不论是经济 政治 社会 或者是情感 也是说一切的这种精神疾病的根源 所有的异化从职场这边开始 那边开始之后的这种异化会扩散到 基本上就是我们整个人生 那基本上越来越没有办法去计划 享受我们的认为比较好的 比较幸福的那种生活 那我想做一个社会学出身的这样一个学者 他里面会有一些蛮有意思的一些报告 比如说他有引用到一份 2017年一份报告是说 穷人或是低收入者 他得到心理疾病的这种机会 大很多 失业的人来讲的话 他得到心理疾病的可能性 可能就会更高 这个我想 这显现出财务问题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疾病的 一个根源 那对于 失业者的收入下降 没有办法应付了债务 住屋 社会贫困等等之类的 显然都会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 成就感 跟心理的这种弹性跟嫩性 这个我想再延伸下去 可能会更多的那些 暴力的问题 酗酒的这种问题 自杀等等之类的 我想 整个社会 基本上就是越来越疏离 那这个我想 会这个现象发生 书里面大概都有提到说 这个跟政府的作为有点关联 政府大砍社会福利的预算 删减卫生 社会服务各方面 那有些媒体不断的在渲染 把失业者 失能者 贬义成为说 就是一个社会的寄生虫 懒人等等之类的 都是在加深一个社会的疏离 仇恨犯罪等等之类的 那我想 必须要离清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社会 只要有人存在 都一定会精神受苦的这个问题 但是有压迫 结构 剥削结构 跟没有压迫 跟压迫的程度比较轻 这个我想 造成的这种 系统性的 这种精神痛苦的问题 程度会截然不同 其实我刚刚谈到 社会不平的这本书里面 它其实也比较了几个国家 它发现这个国家里面 越资本主义的国家 或者是 它的这种社会不平等 越大的话 就是说 例如说 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 他们事实上 精神疾病的 这个所谓的比例 相对之下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不是只有 这个富有跟 比较相对下 没有钱的这种 所谓的在 疾病上面的比例的差别 就是整体的不平等的状况 也会造成这种不平 这种所谓精神疾病的问题 因为 其实上 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生存越来越不容易 所以我们其实每天都在 活在一种焦虑 然后会一直责备 责备自己 好像这个努力不够 然后即使很努力 又比不过人家 然后我们可能又在一个 相对之下 比较 没有成就感的状况 等一下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 那一种 不稳定性是高的 就是这个开心与否 这件事情 不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因为你对你自己 很努力的工作 是不是得到很好的报酬 会不会突然间失业 其实你都不知道 所以那个不稳定很高 所以我们就会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底下 然后你的朋友之间 他应该是一个好朋友 可是他可能从小到大 你的同学就是你的敌人 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 我的学校老师 一个老师跟我说 你要记住一件事情 你的敌人每天只睡5小时 然后接下来说 谁是你的敌人呢 看看你的左边跟右边 他就是你的敌人 我说天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记得 跟我的国中的同学 事实上那种亲近感 相对下是比较低的 所以那个会把一个人 变得很孤立很孤独 所以那个压力也就会越大 你没有办法透过一种合作 或是集体的方式 去面对这一种所谓的生存 或是各式各样的竞争的问题 好 那我们其实在旁边的留言栏上面 都很欢迎我们的朋友 可以随时提出你的意见 提出你的问题 提出你的看法 待会我们会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去 回应这些线上的同学 线上朋友的一些意见跟看法 好 那我们刚刚谈到 黄老师是写的这本书的推荐去导演 然后你其实在你的文章里面 引用作者的话 他说你这样子说 他说仅仅诠释世界是不够的 重点是要去改变世界 然后不仅是为了了解精神 精神的痛苦 这本书不仅是要了解精神的痛苦 而且是要去帮助我们去解决 和改变产生它的物质条件 可是我觉得读到这里 我一直很期待往下看 说到底作者提出了什么样具体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好像谈的不太多 谈的不太多 那如果从你的角度 或从作者这样讲好了 作者他到底提出了什么样具体解决 或是面对的方法 那你自己认为怎么去做 然后里面谈到说改变产生它的物质条件 是怎样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吗 就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吗 这个会不会是太困难了一点 是 有某个哲学家讲说 现在要想象资本主义的灭亡 远比要想象世界末日灭亡要更难 然后没有那种大头症 我们大概就是都是在夹缝当中 去寻求某些出路 没有到处要把整个体制都推翻掉 事实上作者他在第二章第五章第六章 有比较琢磨到一些所谓改变的愿景 那那些其实也都 比如说社会医疗照护网络的建立 提高精神卫生的预算 然后说改变我们对于精神痛苦的 一些社会的一些观感看法 其实都蛮难完成的 的确都有满场的一段路要走 那如果单单只是从 这本书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 就是说他既然宣称说精神疾病的很多原因 都跟资本主义劳动状况有关 社会分化生活形态有关的话 我们所谓的改变物质条件 当然就是跟这个部分有关的 那我想虽然要整个体制的翻转 有点难 你要增加精神卫生的这种预算 也有点难 但是我想还是很多事情可以做 首先我觉得应该 至少从我的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精神痛苦的因素 都跟责任都归咎于个人 你以为说展开一点 改变想法精神痛苦就会化解 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那是在加深他的愧疚感 跟所谓的超我的super ego的那种 那种内化的那种压迫 那再进一步讲所谓的改变物质条件 我觉得也包括精神医学 它的学科体制本身 它应该是走出或者是慢慢去接受 所谓的非生物取向的这种学科 可是我想台湾事实上有几个学校 包括像北一或者阳明 已经有在做跟人文学科的一些 一些结合了 那除此之外的话 所谓的医疗社会改造 要做的事情 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蛮多了 包括所谓的 在实际的这个层次上 不只是观念 认真的去改变所谓的 或者改善复原的必要的这个条件 我想对我来讲 比较好的复原的条件 绝对不是只有在病吧 在疗养院里面 那应该就是讲到医疗社会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医疗网络 整个扩散出来 不单单只是在医疗封闭的医疗机构里面 包括谁的医疗 医院病院以外的环境 社区照护那些的 基本上应该要可以 都可以做的这种事情 我想不管是怎么样的尝试 总之呢 不要只是单纯说把人丢进去 那一个封闭的那种疗养院 一直喂食他药物 我想比这个更好的尝试 事实上不用到推翻资本主义体系 然后都还是很值得做 也是可行的 不过我在读那个 因为我要谈这本书 然后我有去把那个社会副平等这本书 再拿出来看一遍 我觉得他谈那个东西 我觉得蛮好玩 然后可能不是改变资本主义体系 而是改变或是不是改变 然后稍微的调整一下 那个劳资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他在里面那本书里面 有提到一种做法 就是说好 那我们要不要用法令里面 来做某种的规定 就是员工是可以分红 是可以入股的 所以说我们在常常说 在一个工会里头 或者说在一个工作的场域当中 大概就是很纯粹的劳资关系 然后你就是打工仔 你要拿多少钱 就是老板来决定给你 然后你同时 你可能很努力的 然后你赚的钱 跟老板因为你能赚的更多钱 他那个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然后他提到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法令来规定 说来谈到分红 例如说因为你可以分红 你得到分论比较多 然后你也可以得到股票 当你越努力的时候 其实你本身赚的钱 他就会某种的等比例的成长 那这个就会让你在 在所谓的所得的相对剥夺之下 的状况底下 他就不是那么的强烈 那这是那本社会不平等 里面那本书提到 我觉得蛮有趣 就是某种程度 他也是某种的工业民主 所谓的产业民主 就是在这个产业里面 我们能不能去降低这种 这个劳资之间的差异 或是权力之间的落差 或是决定跟被决定的 某种的关系 那这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可能是在一个制度上面 也许可以再去思考的一个面向 那我们还是一样也欢迎我们的 这些观众朋友在线上的这些同学们 或者是朋友们都可以留下你自己的一些看法跟意见 那当然 在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提到的那个制度上面改变 可是他其实有更精确 也是刚刚韩元老师有提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愿景 那这里他里面有提到说 在一个不同的社会 一个不以 不是以剥削和压迫 而是以平等和民主掌控的社会基础 掌控的这个基础社会 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精神疾病的痛苦的程度会降低很多 就是我读到这个部分 当然我是认同的 但是我也是疑惑的 就是何以见得呢 这些有所谓的实证的资料吗 我们在学社会科学 有没有实证资料也是很重要 那或者说更基本的一个问题 这一种和平等和民主掌控的基础社会 没有剥削 不是以剥削和压迫为主的社会 这个是存在的吗 这一本书的附录三 有一天大概就是说 再进一步的去谈那个作者 Ferguson的一些研究实践 然后去谈那个 所谓的激进的社会工作 他到底要发展的这个方向 这是什么 以及说我们前面大家提到的这种 所谓的社会主义愿景的这个方法 我想这些愿景 至少都意味着说 我们必须把精神医疗当成 就是一个实际的 社会跟政治行动抗争的这种重心 我想这个 劳日的这种抗争很重要 或者说去反抗这种贪腐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们好像比较少听到 看到以医疗为主要的诉求的这种抗争 这个我想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做的这个事情 这个当然也会连带的会牵动到 如何改善劳动劳工的这种精神 这种健康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 合适的这种劳动的这种状况 条件失业的状况 这些其实也大概都相关 我们其实也不太可能去期待说 有一个社会里面 然后每个人都很快乐 都不会生病 我不知道大概是不是只有北韩做得到 或者是不担 某个阶段不担也是被认为是最快乐的国家 反恐怖的一种不是乌托邦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快乐 都不会生病 那反倒是一种反乌托邦 很清楚 我觉得在快乐不快乐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相信 或者完全依赖数据 这个我想 但是也不可能都没有数据 但是如何拿捏 应该 毕竟我们前面有讨论过的那种 精神医学里面 让我们看到的那些数据 基本上 那个也是某些特定的时空的条件 被创造出来的 那个不是最终的解答 那个可能它本身就是问题吧 比如说精神疾病的人口越来越大 这件事情 它是问题 它不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百分之百接受的 这样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 目前大概都是快不快乐 有没有生病好像都是从看着服药的人数去推算某个国家某个社会的精神疾病的这种人口数 然后去参照说那个国家那个社会他们的平均所得怎么样等等之类的 所以会似乎会认定说人数如果下降情况就是有改善 不太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像北欧 国民所得都算比较高的 但是实际上他的忧郁症的人口 没有记住 他们的一份资料 大概不少 像瑞典大概有十分之一 这个我想应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忧郁症已经是一个所有疾病的人口的第一名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看待跟精神疾病有关的数据的这种统计 会不会背后是牵涉到什么样的数字的迷思 然后我想体制上的改变还是必须要做的 但是说很难真的去追求看到立即性的这一种成效 毕竟精神疾病不是像治疗感冒会有立即性的这种效果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讲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愿景 就是说走在正确的该做的这种方向 但是不应该是不可能有立即到 应该是一个朝向未来的无穷尽的一种趋劲 OK刚好你谈到这个反乌托邦 我们在线上就有一位朋友 他一位姜Aria 然后他说老师说每个人都很快乐 不会生病 是一种反乌托邦 这是什么意思 可不可以请黄老师能够跟我们有更清楚的说明跟解释 这个说来话长 只是说跟所谓的这种一个国家社会如果把健康 不只是优生学这种东西 基本上优生学就是想要追求一个健康体质素质极大化 那个好像终极的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大家整个国家 连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基因都是在经过管控之下 能够发挥极大的这种 我想我讲到这边 各位朋友们都已经很清楚 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就是说当一个国家 如果把优生学健康这种提升到一个国家 最重要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那个事实上其实就是一个死亡政治 纳粹的一个政权 所以就是说比较重要 不是说去避免大家不会生病 而是说当有人生病的 你要如何给他人性的这种对待 而不是走向那种 容不下病态的那种优生学的 甚至所谓纳粹的这种死亡政治的这种模式 那个当然绝对是一个很恐怖的反乌托邦 OK 好那这边也有一位朋友有提到说 我觉得社会阶级流动 也是造成人们的压力来源之一 我可能解释一下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意思 也许待会这位朋友可以稍微做一个补充 就是我们可能一直要向上流动 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向上这件事情 所以也是造成人们压力的来源 那这种现象可能在过去的科举制度也好 或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这种向上流动改变自己的阶级身份 改变自己的家庭的身份 其实也一直都是存在 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精神疾病的 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之一呢 我想流动或者所谓的弹性 在当前这个新自由主义的体系底下 其实我们可能必须要重新去思考了 我想弹性劳动非典型雇用这些东西 到底是谁得力 谁有弹性 事实上谁并没有真的享受到弹性流动的这一种果实 这种成果 我想我没有明确这种答案 其实我想各位可以大家去多想一想 所谓的社会流动弹性这些东西 在当前的这个时代当中 是不是也变成是一种某种在操控人的 包括类似像说做自己 然后just do it那些东西 你真的有办法决定你自己要做什么 或者是说消费主义这种东西 到底是带给工人更多的生活的满足 还是说那个也是给他们灌某种民药 更让他们固着在那种被剥削的 简单讲就是说你赚不是很多的这种薪资 然后又有一个部分 好像在整个社会的压力之下 你必须去从事所谓的这种消费的这种行为 但是对于你本身的那种一些财务的这种状况 基本上或者资产财产 并没有多大这种改善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 我想都可以一起思考 好刚刚那个问题我也想要试着回答一下 其实我之前有谈过一本书 就是经营体制的陷阱 他其实谈到也就是谈到这种社会流动 就是我们都会从一般的人 希望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 大家讲了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当你成为社会精英的时候 你也是陷入在一个不断的竞争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你要持续的维持你的精英这样一个身份地位跟角色 所以你也要不断的努力 所以你的工作你的劳动 你的那种不确定性 你的可能随时会被剥夺 随时会失去一切的这样一种心理的压力 其实还是很大 所以我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其实可能去回答这所谓社会阶级也是造成人们压力的来源的 阶级流动也是人们来源的因素 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阶级 只要那个竞争的体制在存在 而这个竞争的体制当然不是说不可能 不是说不存在 而是那种所谓不合理的竞争 或是只有某种单向为发展方向的这种竞争的方式 那个问题当然就会越来越严重 好那这边有一个朋友问到说 作为心理 资商心理背景的学生或是从业者 读到的理论呢 他们所读到理论比较会是偏向引导人们改变想法 或是追溯自己的家庭的创伤 那我们又能够怎么去调整资商取向 去解决这个社会性的精神不健康的状况呢 因为我没有资商食物方面的那种经验 所以我不太确定 我这样子回答到底恰不恰当 我想我刚刚有讲到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给一个精神患者治疗 或者说资商或者是投药 我们到底是要他做什么事情 我们特别其中有点到一点就是说 至少从哲学的思想的这个层次上 我不认为应该就是让他再去适应到 所谓的这个常态这种社会的 基本上常态社会是问题的所在 但是我这样子讲需要澄清一点 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再否认所谓的 资商这件事情 我想资商它必要的这种功能 就是让那一个病人 或者是说所谓的案主 他至少在心理上情绪上 能够有一个出口 能够让他去面对那些压迫他的那些力量 但是资商可不可能有比较政治化的 或者说资商师之间 资商这个职业本身 他可不可能也好像 投入到所谓的社会行动网络当中 也更积极的去 我不太知道在过去比较常从事社会运动的人 比较是可能工会的劳动这个层次的人 这个职业的人比较多 我将来我希望也能够期待 所有的精神医学领域 包括资商领域的这些人 毕竟他们是第一手 站在第一线的人 他们更能够了解病人的需求 特别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资源体制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也许 我觉得政府其实可以做的 就是帮助 其实这上是减轻他们工作 不单提升他们的那种待遇 我社工人员 探访者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大 我曾经听过说 他一个礼拜要访查40个人 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一个老师一星期 如果有40场口试的话 他早就崩溃了 资商是要访查40个 而且都要倾听 跟他管务 跟他做这种互动 然后要记录下来 我觉得那个压力实在是非常非常大 这个就是牵涉到一个体制上的一个问题 OK 想回答 OK我自己的经验 我也许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我自己做精神障碍 精神疾病跟媒体的研究 事实上有一段时间 然后我曾经到一个机构 包括我现在也在一些精神疾病相关的机构里面 例如说我暑假会帮他们上一些媒体的课程 那我曾经到一个机构 就在伊甸那边 扶全之家 或是活泉那边去做一些田野 那那个地方事实上会被一般叫精神疾病的相关的这个领域里面 会称之为叫做会所模式 那什么叫做 什么叫会所模式呢 就是说这个模式 他其实不是用资商 纯粹的资商的角度来看 而是会把这些人当作是一种会员 当作是一种伙伴的关系 不是把你当作是一个病人 或者是你需要需求我的人 他是把你当作伙伴关系 什么样伙伴关系 例如说我举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会所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例如说我们可能要煮饭 或是我们今天可能要整理环境 然后这个整理环境这个工作是大家共同来分配的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某个所谓的会员病友 他其实就是变成是大厨 而这个大厨他就会去说 跟某个社工说 你去帮我去买菜 你去干嘛干嘛 那这个很重要 就是刚谈到民主跟平等的关系 在这个时候就翻转了 就是如果是纯粹的刚谈到一种资商的模式 就是我是专家 我懂 然后你是弱者 你有问题 你来寻求我的协助 刚谈到一个charisma 或是神人就出现了 这我可以去解决你的问题 当然他们不会是这样子去思考 可是当你开始说 我们一起来合作做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一起来 你可能是一个厨师 然后我是你的小帮手 那这个时候他就有信心说 对啊 我也会煮饭 你也是我的小帮手 所以我刚刚谈到 我觉得那个爱自己这件事情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还是重要的 就是你的某种上 也是黄老师提到所谓的肯认 所以我还记得我之前曾经 我有一篇论文是专门在写这件事情 在新闻学研究里面 也许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把它找来看 就是所谓的会所模式 他就是用一个平等的方式 用一个对等的方式 让社工跟所谓的精神障碍者一起工作 那这个精神障碍者事实上 后来也会变成是在里面的所谓的兼职 或者是某种的这种专职的工作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种权力的翻转 这种是一种关系的翻转 这是一种对等的方转 我刚刚谈到说 很多时候会有精神疾病 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某种的主控权 我们对自己可能丧失了某种的自信心 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都不是 我们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可能也许可以来回答 刚刚这位朋友的一些问题 好那这边有一位朋友也提到说 我比较好奇的是 如果把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或各种不正常的状态 视为是人群的变异 而不是单纯的归因于个人有问题 有什么可以试着推动的吗 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 也希望能够看看大家 怎么去思考更这件事情 或者是更具体的说 怎么样让整个社会认知到 每个人本来就是独一无二 很特别的 那即便在一个社会的框架 或是规则底下呢 有一些 有一些大家都许 也许都要试着遵守的规则 但是每个人本来就是不同的 也许在规则内可以保持一些弹性等等 那黄老师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去突破 就是是不是回到每个人都是差异的 在哲学的层次上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是说 关于精神疾病这个问题 似乎也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个哲学层次上 那个不是说它不重要 但是总之还是缺少实践的这种必要的这种条件 所以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重点 基本上应该都还是放在 这个它的必要的那个社会物质的条件 到底是在哪里 但那些条件也不是凭空而来 可能也是需要一个蛮扎实的一些 比如说大家都来读这本书 都来读福寇的那个疯癫史 毕竟对于疯狂的或者说精神疾病的这种态度 也不单纯只是涉及到医学领域 还牵涉到所谓的社会的这种感受 那那些社会的这种感受 也许不是一处可及 那大概是值得努力的 比如从个案或者从教育家庭等等 那那些也许有点遥远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也许比较牵涉到一些 好像还是有点远 但是至少是比较务实 比较清楚的一些体制上的一些因素 医疗社会这个问题 它需要哪些条件才能够实现 我想是拉回到这个层次上来讨论 我可以再补充一些 我一直觉得说 有关于精神医疗的一个问题 应该把它提升到一个宪法 明文规定的这个层次 这我想需要修宪 然后甚至应该明文规定说 它预算就是一定要到达一定程度的比例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记录数字 大概是在2014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平均每个人分到的预算是9元 就是有关于精神健康的这件事情的分到的预算是9元 然后到了2018还是19 勉强才提升到25块 这个我想是非常落后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 值得做的这个事情 那厨子就觉得健保 基本上也是一个值得调整的 因为大部分其实都负担不起 能够比较针对个人的状况的 这种精神药物 所以就提升 然后让病患家庭能够做的治疗 这种选择非常多 刚刚中想讲到的那个 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社区 那个工作治疗等等的那些 我想都是应该可以做的 那还有很多 我想大家一下子也没办法讲得那么 不过这位朋友 他其实主要意见应该是要表达说 我们应该要去承认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每个人独特 然后这个社会应该是一种 所谓的多元发展取向 对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大概就牵涉到 他书里面对于那个精神医学体系 特别是DSM那个部分的那种批判 我想我们如果承认 强调每个人 所谓的独特性的话 那这个这样一个认知会回归 能够反馈来怎么样去看待那些精神 医学里面的那些标签 我想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 就是那个标签基本上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 毕竟医生还是需要一个很清楚的 所谓的SLB 他能够维持诊疗的那种一致性 但是我觉得医生自己 或者说我们跟生病的病体自己 或者家人也不应该过度去夸大 强化那些病理上的那些标签 这个我想要怎么做 都还有很多可能 教育社会体制媒体各方面 都必须要共同的来面对这种 所谓的污名化标签化的这个问题 对 这把污名化标签化是另外一个比较严重 也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刚刚谈到说 每个人是一个独一无二 这应该是要被肯定被尊重 就是就像蔡依林的歌 就不一样又怎样 就是说当你要一个单一的标准 去看了每个人 然后每个人都要在那个标准底下 他才一个活下来 可是每一个人的特质不同 每一个人的专长不同 每一个人这个所谓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那怎么去让这种 他有所谓的多元 或者所谓世性的发展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能要从小就必须要去开始做 我觉得但是有时候是很困难 就是我曾经问过一些小学老师说 如果这个小朋友一天到晚问问题 然后上课的时候他喜欢走来走 我觉得他就是坐不住 那你有办法 你会怎么办呢 很多小学老师都想办法说 我当然是要做班级的管理 我当然是要去让他可以乖乖的听话 所以他就一个一字心的标准就会出来 所以这里面可能包括整个教育的方式 或者是不只是那个出入的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对待 这个所谓的多元社会里面的 每一个差异的人 可能都是一个还蛮重要的 好有一个朋友帮我们 就是帮我刚刚 帮我刚刚谈到的新闻学研究的那一本 那篇文章那个录音就是 我事实上都忘记那篇录音的名字 叫做去除污名与自我陪 陪丽精神障碍者的社会对话行动 对他有这位朋友贴上连结 非常谢谢你 好那也有一位朋友要直接问黄老师 是说在西方文学或是英语文学当中 在现代科学兴起之前 是否就有对于精神疾病的一些描述 要问说哪一个作品比较跟疯狂有关吗 这个我觉得很大 文学作品里面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些描述的 在谈这件事情 我比较没有有清楚 但当然疯狂一直都是文学作品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因为从奥迪赛伊利亚德那里面 那些事实上人的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情感 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里面已经算是某种形式的疯狂 那这必须说是说疯狂的那个定义 他在从文学史文化史上来看的话 其实也都是会会会会转变 那你可能到黎尔王那一边 莎士比亚的名剧黎尔王 基本上那变成一种接近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应该说是老年痴呆吗 那如果是哈姆雷特的话 比较像是所谓的官能症 不过我想文学家所看到的那种 所谓的疯狂跟精神疾病 可能跟我们从现代人的医学的角度来看到 也许就不一样 我想基本上应该是在哲学 在道德伦理的层次上的那个空间 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蛮好的理解 所谓的精神世界精神疾病的一个方法 就是从文学作品里面来看 我想物科在他的封颠史里面 也蛮喜欢去引用一些所谓的非正统的历史 或者是科学的那些文件 都能够让打开我们对于精神世界精神疾病的一些理解 好这边有一个问题蛮有意思 我其实也常常会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因为读了这些数 意识到被剥削体制等等的问题 会不会让本来就很脆弱无力的个人更痛苦呢 我想如果真的认真看待痛苦这件事情的话 还是应该去了解说到底那个痛苦的根源到底是在哪里 否则的话应该就会更是找不到缺口 也就是说理解痛苦或者理解这件事情 对于一个人减轻他的痛苦应该 如果不是说是解药至少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起点 那到底最后会不会能够把所有的痛苦都解决了 就像说我们一直在问说 是不是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必须要真的被治愈 我个人是持比较保留这种态度 他如果能够看清楚自己的那些痛苦的根源 到底是在哪里 然后他也愿意跟他和平共处 就是说他不是说放弃治疗 而是说他能够理解到自己的一个部分就是有欠缺的 我会想要再去追求一个所谓的没有痛苦的无痛的 然后所谓的健康的这样一种自我的形象的话 我觉得OK啊 这个社会上是应该容许这样子的一个人 跟他自己本身的脆弱疾病 或者所谓的各种的这种缺陷共存的这样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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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选择 嗯嗯 这边应该会是比较想要谈说 知道越多会不会越痛苦越多 当我们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就傻傻的不是很好吗 就是不理解这些不是很好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 应该是没有错 但是这个意思 OK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知道你不一定要去改变 你也可以继续的接受这个 你所假装自己不知道 你知道之后你可能可以假装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想要改变 或是你想要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或是你要知道自己怎么活下来的 或是你想要知道怎么改变 那他前提就是先知道 所以当你知道之后 你还是可以决定你自己就是啊 我就放弃啦 我就归顺这个体制啊 我就持续的往这方面去走啊 可是这个是你可以做的选择 你不是完全没有选择 但当然但是你也可以去知道之后 你可能要可以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你可以知道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在这里好好的活下来 我怎么去跟别人竞争 赢过人家 或者是说我知道之后我怎么样去透过更多的人去做连结 去做改变 或者是知道之后 哎 接下来要收精神卫生法了 那我可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了解这些倡议团体 他们希望这个社会有什么改变 我有没有可能去加入他们 我有没有可能去协助他们 他就有可能会产生这个行动的部分 我自己看这个事情 因为我自己在上政治经济学 那其实也常常会有很多同学问到说 知道那么多会不会带给大家更大的困扰 我想的确是会对一些人带来困扰 但是至少我们要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嘛 就是然后知道之后的选择 就好像你可能知道有些东西 就是会让你这个吃坏肚子 可是你很喜欢吃 那你就还是可以决定去吃啊 那没有人会去阻止你 所以他可能知道是一种 我们可以有更多选择 做更多决定的前提或者是可能性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是比较针对我 刚刚提到的社会不平等这本书 他说有提到 刚刚有提到这个劳工分红的制度 那这个制度该如何运作呢 也就是每个人依据自己的获利分红的多寡 是这个样子吗 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制度 会不会反而强化了很个人主义的思维 那像穷人他们因为做的比较少 做的事情太简单 或者说有类似扫地 所以他所分红的比较少之类的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好的 那社会不平等这本书里面 他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讨论实际的做法是什么 他其实但是他提到了这个概念 但他的概念是要去降低所谓的劳资之间的差异 就是我刚刚提到说 事实上我们可能努力了 而这个努力之后呢 我们得赚了钱 但是老板因此赚多了更多的钱 这是所谓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剥削 这一件事情 那但是他会觉得说 我们不要让自己那么不快乐 或是不要那么大压力 就是让这种所谓的获利这件事情 可以合理的分配 不会造成那个所谓的 他赚的更多 但是我只有赚一点点 可是当我们在这一个所谓的所得 这样等个公司的获利是可以合理分配的时候 那个差距就没有那么大 那个压力或许就不会那么的大 或者是说里面也提到一个 我刚刚谈到所谓的工业民主产业民主 就是这个公司的决策 是不是可以让劳工一起来参与 就是所谓的 我们在在现实上面在法规当中 可能叫做劳工懂事这种概念 那这个就会变成是我更能够去掌握 我自己的公司 我自己的未来 我不会像台湾的媒体常会出现一种状况 就是这家媒体倒了 他的员工是最后才知道 反正是别的媒体早就知道 所以他就是一种内部的透明 跟产业民主的状况 不过这位朋友他特别提到的是一个 劳方之间会不会有所谓相对的 剥夺这情形产生 会不会造成某种的个人主义 这的确是另外一个要注意的一个面向 但是可能不是刚刚谈到 社会不平等这本书里面提到说 他要去解决的是一种所谓的 所谓的所得分配或者是获利 重新分配一个合理分配的这种状况 好 那因为我们实际上的关系 其实我们也超过蛮多时间的 所以我想最后是不是请韩宇老师 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呢 OK 我想我们蛮长的一段时间 基本上真的都是把精神疾病个人化 然后事实上有时候 学校 其实今天没有讲到学校的问题了 就学校的一些做法 回到这个问题 我把它做个结束 大概过去一段时间 包括上个月师大都还发生学生自杀的 自材的事情 那学校当下的做法都是一定就是发 广发信件 然后强调说旁边数十多人在 陪伴着你会干嘛 之类的 我想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的话 我会觉得那个基本上都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真的要治本的话 或者是往治本的方向去迈进的话 真的必须要在物质的条件上面多加把劲 一个班级的导师 他基本上要负责四十个人 五十个人 这么多的这种 一个分量的这种学生 基本上绝对是没有办法真的做得到位的 所以在体制上 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思考 在学校里面 到底要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必要的一些配置 基本上这是一个必须直接面对的一个问题 好 现在黄老师刚刚也谈到 这个自杀或者是在校园里面一些不开心的问题 我最后也做一个补充 就是我们知道在2019年之后的这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当中 会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在这段时间是自杀 跳楼自杀的比例非常高 但是我必须要说在反送中运动之前 他其实就出现每一年就出现非常多的十几二十个这个中学生跳楼自杀的这种情形 那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反送中 那所以你会发现当时为什么这么多人自杀 是因为香港的升学压力那个高度资本主义社会里头 让大家可能会更没有 更没有希望或是没有未来 然后他可能会蒙受更大的压力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那种所谓集权造成的自杀 或者是这种高度竞争所造成的自杀 他事实上都来自于这个社会 可能来自于国家暴力所造成的压力 可能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压力 所以产生了某种的在心智上面 或者是在所谓的精神上面 或者是在身体上面的一种所谓的思绪 或者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自我掌握的一种状况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好那非常谢谢黄老师来今天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那我们这个管中祥社会议题不太记得我的名字叫什么 管中祥社会议题系列读书会 窥探世界的真相与谎言的这个系列 我们第一场就到这边结束 然后接下来是第二场 第二场会是在7月29号晚上 一样是8点 那会邀请到这个中山大学的宋世祥老师 来跟我们谈一本也很有趣的书 叫做为工作而活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今天的直播线上课程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也谢谢黄老师 也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